你怎么老关键时候掉链子啊 你听见人晓菱的演讲 头头是道 我听说她是专门找了什么企业的 HR培训师帮忙代写的呢 有这个必要吗 怎么没有 这人靠衣装佛靠精装 您觉得您的大白话有竞争力吗 你走一步看一步吧 反正也不全看这个 你说啥呀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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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们的会呢还有一个议题 大家都知道 我们传媒行业进入到2.0时代 尤其作为我们纸媒 面临着各大网络新媒体的巨大冲击 为了顺应形势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报社决定 与我们目前最新锐的社交门户网站 东东网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成立我们自己的网站 并由东东网全面负责我们的网络推广和运营 今天呢 我们还很荣幸的请到了东东网的新任总裁 陶然先生 下面请我们的陶总闪亮登场 大家好 我是陶然 自从我入主东东网 我对整个团队的运营只有一点要求 就是关注度 网络信息如果没有闪光点 不能够持续长时间地吸引网民的眼球 东东网 那就会在整个信息的老头都被淘汰掉 我今天就好像还看一新闻吗 他就淘汰了 作为新时代的网络媒体和我们传统的纸媒 其最主要的区别 我提醒你啊 你是有主的人 关注度是否在意 以及在意的程度 他是我淘汰的 作为我们纸媒 有老百姓作为兽容群 真的假的 有着很好的基础 行啊 你有感谢 所以比较容易服务 你有机会盘高针的 所谓网络媒体带来的关注度 所以这次我来呢 跟胡总 郝总都沟通了 直到咱们报社接下来 要做一个佳国梦的系列报道 我准备把这次的佳国梦 当作网站试试的第一阵 全面上网 由网络信息部的同事 负责线上线下的推广 陶总 谢谢陶总 我们这次报道呢 除了平面和网络的同步造势 还要和我们的竞聘相结合 小林 李开心 你们两个分别 把你们的选题思路 跟陶总介绍一下 你们负责的这次报道 要从话题热度上 和点击率上兼胜服 好 所以看得出来 你手底下的这包团体还是不错的 年轻 有烧气 挺有干劲的 有点意思 开心 你看咱们这灭绝区态 见了帅哥的惹糊劲 真是无麻 你不敢回去打个招呼 顺便让她知道 你和你这干戈的关系啊 我才不闹 好 没罪讨厌搞半红室公司了 我不想她知道 我跟陶总介绍这次关系 要不然她以为我想怎么着是她 算了 就当我不认识她 她怎么想 李开心 李开心你过来一下 对 就是你 过来 去呀 去 什么的 陶总 您好 我很好 你好吗 我叫你过来是什么事呢 刚才我听见你和小林的那个 策划方案 我觉得都非常的细致 不过小林的那个方案呢 更适合做这个平面的推广 而你的 特别适合网络互动 我叫你来是想问问你 能不能把它再细化一些 我的同事可不可以参与一下 好的 陶总 跑得还挺快的 今天中午胡总宴请 感谢你在这么多家报社 选择了我们都市报 你可要上官啊 吃饭就不必了 你知道我这个人不喜欢应酬 再说我选择和你们都市报合作 一是因为你的那个方案 还说得过去 咱们又是知根知底的老同学 最最重要是 这个事 你以后会知道的 先走了 以后知道 我们对你的履历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样你什么时候能够正式来上班 我随时可以啊 这个是我们新做的周刊 你先拿去琢磨琢磨 找找感觉 这是你们喜欢的风格 怎么 你有什么意见 没什么意见 就是这活我干不了 你的资料我看过了还不错 不过从你的面前来看 我觉得你吃不了这个了 不 我能吃苦 你吃不了这个苦 我真能吃苦 你肯定吃不了这个苦 不是 你从面前上看怎么看出来的 我就是觉得你吃不了这个苦 你赢了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您 是这样啊 我们俩就是想做一个那叫什么 混 孕前检查 对 正好有个专家现在有空 我带你们上去吧 来 这边请 快点帮我看看 这怎么了 总是怀不上 别着急 我先给你做一个体检 我觉得你先生也应该做一个检查 怀孕是两个人的事情 如果他有问题 也是没办法怀孕啊 好了 护士 从警察结果来看 你们怀不上孩子的主要问题 会出在你这儿 你的精子数量少 活的差 剂性率也高 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 少弱精子症 大夫 这病能治好吗 你们不要那么闭关 只要你们批合我们的治疗 看货孩子没有问题了 谢谢大夫 不要谢 太过瘾了 你说小林这叫什么呀 偷鸡不成 十八米 你说他不是精吗 他不是会偷鸡取巧吗 我倒要看看 他是假大空的马屁 怎么和你这名声话题 PK关注度 李开心 你说你是不是傻人有傻福啊 这天降干哥哥的神兵 你要十来运转吧 什么干哥哥干哥哥 多难听啊 你让别人天天笑话 怎么呢 别躲 你让我傻呀我不躲 让你打破 我别躲 行了 都长成大姑娘了 一见面还动手动脚的 你回来为什么连电话都不打 嫁也不回 你知道陶爸气成心脏病了 你知道吗 好好好 哥错了好不好 你怎么惩罚我 我发哥亲你一个来 来来来来 我后来看看你 这女大事把变呢 虽然个子跟以前没什么变化 但比以前有女人味了 怎么样哥 想哥了吗 哥真挺想你的 来 哥抱抱来 哥抱抱 去是不想 我告诉你 你必须跟我回家 跟陶爸道歉 要不然我不搭理你了 早上我已经去看过他了 他妈妈妈你 老爷子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 何止什么 我跑得慢点 腿都给我踏实了 那你活该 陶总你好 我是开心的好朋友 也是咱们报社的编辑 我叫沈妮妮 妮妮你好 晚上有空吗 跟我们一起吃饭去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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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 我要回去做饭 做饭 谁啊 不做了跟我出去吃 没事吧李开心 你少做一顿 饿不着你那保卫婆婆啊 什么 什么 什么婆婆 不是 果然我在外头 听说你找了个男朋友 我心急火燎的我就回来了 怎么结婚了也没告诉我 我没结婚 说来话长两天跟你慢慢说 行 那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 我自己开车了 赶紧再说 再见 走啦 当时再见啊 别急 婆婆 这油 用的是什么油 以后要用就用橄榄油 这个蛋糕 是小店买的吧 我不吃 鲜榨的果汁必须现炸现喝 现在这个时候全氧化了 全氧化了 就我这傻儿子能喝 哎呦你慢点 一会儿摆饺子 哎呦你看你们说什么呢 这儿 就你也乌鸦子 那好来话听得烦是吧 那行行我找你心里有气 给这个人撒去 好 阿姨 今天穿得不错啊 帅子眼光还可以 妆浓了点 这就要帅子女朋友吧 你知道我是谁 我就不自我介绍了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也不关心你是谁 阿姨 您今天玩得开心吗 哎呦 阿姨真像您说的啊 这小门小户 就有没见过世面 一点礼貌我都不懂 不是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李开心的谁啊 别输了 阿姨 开心我们先回去了啊 不是你别说了 我们先走了 开心有时候打电话 你干吗 你怎么又跟这儿来了 他陪我聊聊天不行吗 帅子 就是四帮菜啊 你也没怎么吃 下回我再单独请你一次啊 我先走了阿姨 行了送送你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行了 你 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我真不知道小美要来 我妈把她叫来的 我一看着她把我吓一跳 我跟你保证行不行 我以后我再也不见小美了 队长你身上 你还去哪儿去哪儿 我也不想拦 我真是被冤枉的 你不信你去问我妈行不行 我一看小美在那儿 当时我想走来着 然后我妈要跟我翻脸 我就 没走了 我就想 本来也是陪我妈去寄箭的 我就寄完箭再走呗 你们一家人 经理都真够旺盛的 然后寄完箭以后 谁知道小美要请我妈 吃什么四方菜 我说我不去 他非得让我去 我说我不去 他非得让我去 然后我着急啊 我给你打电话 你还不接电话 还是我聪明 然后我给小强打电话 让小强来救我 结果这臭傻子 找饭店找了半个小时 真的我都没吃什么东西 我现在我还饿着呢 反正今天就一个字 就寸 但不管怎么说 这今天真是我 我不对 我错了 我真错了 你原谅我吧 咱回家逞啊我 咱今天别跪榴莲了呗 咱们俩碗菜了 我跪一本这儿 你今天穿这身 太漂亮了 是不是经验全场的 当然了 我好多不认识的人 都在这儿追着我 管我要电话 是不是啊 那真是的 我太失 失算了 早知道 不把你打门这么漂亮了 这不是树敌吗这不是 你说的 那你活该 刚才 谁送他回来的 那开卡业那谁啊 你害怕了 我害怕了 你求我 我求你 我求求你 我害怕了 你告诉我谁啊他是 跪下来 别闹 是唐燃 唐燃嘛 那就不是为了 我跟你讲 我现在真的我 我挺害怕的其实 你说我这这么落魄 万一来个强心对手 我真扛不住 你对我好点啊 好 早 早 开心姐 早 早啊 早啊 给你 早 我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 一如期望 素面朝天 就是眼带桃花 说什么呢 说真的啊 昨天晚上有人看见你 上了陶总的车 我说呢 就赖你 非让我上他车 怎么能赖我呢 这妹妹上哥哥的车 不是天经地义吗 而且 要不是我帮你打掩护 这闲话会传得更难听的 闲话都有了 这可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呀 要我说你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你就跟人家好眉承认了得了呗 你看人家好眉多聪明啊 一来就跟胡总说 他跟陶总是大学同学 那现在胡总为了八戒陶总 还高看了好眉一眼呢 你傻呀你 我才不让好眉高看我这一眼呢 随便你 开心点 忙呢 我老家的亲戚啊 给我寄了点伤口 我自己也吃不完 给你拿点儿 你尝尝 这么客气啊 这有什么客气不客气的啊 咱们虽然有点分歧 但都是工作上的 对吧 不影响咱的私人感情 对不对 还有我 我那个网络推广啊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 这不还得向陶总啊 跟开心姐 好好请教请教 不过你放心啊 这个首席的位置 那我肯定是 不能更开心一点的 还请开心点啊 都知道知道我 我先多谢喽 客气 行 那你先忙 我先走了 多谢啊 这小莲 可是见风使做得活样板的 我刚才给你送什么好东西啊 鲜货耶 吃吗 什么意思呀 你说呢 把你当成准老板娘 扒起来呗 去干嘛 港姐都能拿来让你炒作 你可太厉害了 股票升得不错吧 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我好好跟你聊聊我们那个选题 你也把你那个聪明材质借我用点 行啊 日料也可以 环境也不错 我也喜欢吃 郝总 你 行吧 那就七点 不见不散 什么事 我有个事要跟您说 帅吧 来 进来 这就是我办公室 怎么样 还行吗 挺好的 坐坐坐坐 这刚才会上你也听见 所以你这个新任的策划部经理啊 别好好看 知道吧 底下的人肯定也得配合你嘛 是吧 有什么问题 找可可来 我让下边把这个咱们公司这个 新项目的策划书拿来 你好好看看 赶紧收起收起工作 没问题 有一点我得收拾啊 这这这这这什么呀 这都还破这洞呢 怎么了 你得穿西服跟我打拢带 咱是正经公司 不比你那杂志社 啊 这么讲究啊 不是讲究 你得将究一下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 因为我觉得同事们 好像对我跟陶总之间的关系 产生了一些误会 我就觉得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 这样对我 对陶总都会比较好 而且我没想因为这个 在工作上得到任何的照顾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行吧 我会跟胡总汇报的 您别跟胡总说呀 我是怕产生没必要的误会 我会私下跟陶总好好商量好 以后在工作上 我们会处理好自己的关系 行 那好 那我先走了 这个我调一下啊 行 去吧 说了没 什么反应啊 说她知道 知道了 没了 这面试丝太的心思 也太难揣摩了吧 不过我可告诉你啊 她要是知道了这一层面 有可能会加倍给你小鞋传 来体现她的饼公司的 不会吧 怎么不会 不过你怕什么呀 反正有你干哥哥呢 这首席肯定是你 没牌 你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了 你见到鬼啊 哈尼 是不是送餐的来了 没有啦 服务员啦 服务员啦 我的意思是说 是她要来看我的 我又不能真的拒绝别人 况且 她算是我的真正男朋友了 你不用紧张 这个事呢 你也不用跟我解释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 这一轮炒作 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这是之前答案你的费了 你也就真的一点都不吃醋吗 好的 小姐 那我不打扰您休息了 哥 你晚上有空吗 今天晚上啊 有空 你什么意思啊 好久没回陶爸家了 我们回去吃顿饭吧 我让王毅多做几个菜 这我们家老爷子 现在还生着我的气呢 这不是有我在呢吗 我给你美言几句 他也能让你下不来台啊 那行 那按你说的办 管 管 那个 你今天晚上 把你那小男朋友也叫上吧 我们正好认识一下 好吧 日文啊 怎么了 浩妹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今天晚上临时有点急事 咱们这顿饭恐怕得改期了 行吧 那你先忙吧 那这样 下次我请你吃顿好的 当陪罪 行 说好了啊 下一次可不能再失约了 好好好 先这样啊 拜拜 好 拜拜 李开心啊 你过来一下 杨总 你约陶总了 啊